在今天呢 因为我们谈的是 2022年世界大事回归和展望 所以我也特别请到了 我在政大外交系 非常尊敬的学长 目前是联合国 这个所属相关的 NGO下面一个商业虚拟整合中心的主任 黄兆仁黄教授 那等一下我也会请黄兆仁教授 跟大家很快的介绍一下 这个商业虚拟整合中心 他的这个属性 还有他的一些 在台湾的一些发展 好那我们先谈一谈 在最近的这个国际上 发生哪些大事 我想第一个可能就是 大家最近看到了美国的国债 虽然说继续的往上攀升一点点 但是呢 他的最大两个国债的持有国 现在是日本跟中国大陆 本来是中国大陆最多了 后来中国大陆开始减持 特别是在川普的任期的后半开始 中国大陆减少美国的国债 那日本呢 我不知道到底是 他是眼光独到 或者是美国的要求 日本反而在美国的国债之前 是加码的 所以日本超过中国大陆 可是在最近 日本跟中国大陆 又在减持美国的国债了 那也引起了 这国际上的一些议论 所以我等一下 一开始就先特别请到 黄兆仁黄主任黄教授呢 跟我们先聊一聊这个 中国大陆跟日本 减持美国国债的问题 不过一开始 就像我刚刚讲的 还是先欢迎一下 黄兆仁黄主任 然后黄主任 是不是跟这个观众 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 好 葵伯兄 早 还有各位我们线上 好的听众 还有观众 大家早啊 也借这个机会呢 跟大家拜个早联 那刚刚成葵伯兄提到的 就是有关于 我个人服务的一个 联合国的一个peace 一个NGO一个组织里面 有提到一个 这个虚拟的一个商业服务中心 那其实简单说一下 因为目前年轻的这一辈 可能对联合国的组织 可能有点不熟悉 因为他这是属于 联合国的一个NGO 的一个咨询的一个地位 他目前在执行联合国里面呢 未来十年的一个生态复苏计划 那这生态复苏计划里面呢 也是联合国在推整个SDG 跟他的SEG里面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这些东西里面呢 包括我们看到包括FAO 就联合国的农粮组织啦 还有未来十年 他整个要推动一个非常重要的 全球的绿色的一个狼带 或者是绿色长城 这种跨州跨国的一个部分 所以他聚集了全世界非常多的人才 政府跟NGO的组织来共同的一个推动 我觉得大概是目前在有关于联合国 NGO跟SDG里面做相关的一些结合 所以这一块的部分呢 也期待说借这个机会呢 在联盟的时候呢 有更多的我们台湾的青年好朋友 来共同来参与我们台湾在整个联合国 相关的附属组织也好 或是NGO组织也好 或跨国的相关的政治经济的一个活动 能够相关的一些推动 听起来真的非常有意义啊 尤其是中华民国已经离开联合国这么久了 从1971年底开始 所以任何跟联合国有关的活动 特别是我们民间有力量参与的 我觉得其实政府应该都要多鼓励啦 那民间心有余力也可以多支持 好那刚才我 这个一开始就请教这个黄主任啊 其实我们今天唱双簧对不对 没错没错 年末正好唱双簧吧双簧唱一下 这个日本跟中国大陆减持美国国债 您看法如何 因为减持国债这件事情呢 其实跟 其实跟俄务战争一年初的时候 一开始也有很大的关系 那整个一个因为俄务战争所演发出来的 不管是我们看到的局部型的战争所演发的这种输入型的通货膨胀 那通货膨胀呢就各国来看的话呢 包括西方国家里面他必须要处理所谓的货币政策跟财政政策 那以目前各国的央行包括这个欧盟的央行 包括美国的这个联邦联主会 还包括日本的这些所谓的央行的一个部分 他们就是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控制整个一个通膨 那控制通膨又要维持某种程度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所以我们看到日本的黑田总裁 他最近也提出说 他在整个一个十年起的殖利率的公债里面 他把他的一个幅度呢放开到0.25到0.5之间 他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让更多的日本在美国的公债呢 能够借由这个机会呢回到整个一个日本 来赚取整个一个会差 这是一个思考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呢这一部分 他整个殖利率的一个宽松 这一块的一个放宽的意思呢 也提到就是说 因为日本的很多央行也好 很多银行也好 很多企业也好 他必须要去从美国借贷美国的一个资金的部分呢 回抽到整个日本 那这一块呢 也是他在做整个一个避险 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从日本的角度 为什么日本必须从美国的公债里面呢 去把它抽回到日本 从美国抽回到日本的一个原因 第一个呢就是说 他要维持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货币宽松政策 让整个一个日本呢 因为恶物战争 因为疫情 产生的经济的一个不景气 那这些不景气 必须还是要依赖整个一个货币政策 来维持他整个一个活络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部分呢 同样的日本的企业 他必须要运用这次的一个利差 逼迫他从美国市场的一个资金市场里面呢 撤回日本 来维持他整个一个获利的一个部分 那同样的呢 在中国大陆也是如此哦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他现在最大的经济的问题里面 就是经济下行 这个是不可挡的一个部分哦 那以2022年来看的话 他第一个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哦 他整个一个封城 那封城造成整个一个内需市场的一个 严重的一个衰退 那另外呢 美中贸易战这几年打下来之后呢 他很多产品呢 就很难走出去 又碰到整个一个供应链的一个混乱 又碰到整个一个塞港 所以呢 中国大陆的今年的经济的下行 我们从他的报告来看的话呢 就各式各样的一个报告 就提到说 他能够保三进市 这是他的一个目标 就2022年的一个部分哦 那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 怎么去处理中国大陆 目前所面对的资金的严重的一个部阻哦 那资金严重的部阻 他的方法还是要从国外去把钱搬回来 那国外从国外钱搬回来 第一个目标当然就是美国 因为美中贸易战也好 或者说他现在缺钱 一定要把美债的部分呢 能够去换成现金 换成人民币 把他搬到 搬回到整个中国大陆里面 去因应他目前在整个货币政策 在整个他的资金的需求 去因应他目前怎么去维持 他的一个经济下滑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结果呢 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 对 所以你看到这个 大家在这些国际政治经济上面的一些盘算 当然老大有时候影响力真的还蛮大的 可是呢 当这些排行老二老三老四等等的国家 自己觉得生存也受到威胁的时候呢 有时候这个老大的需求 也只能虚应一应故事 或者是跟老大先沟通共通吧 我还是先把自己这个金融状况 经济状况先稳定了 这是最重要的 那更不用讲说美国跟中国大陆 现在套具拜登常常讲的话 我们绝对不跟 我们不跟中国大陆寻求这个冲突 但是我们会做激烈的竞争 所以像中国大陆 这个对美国当然又是两手提防 不过讲到这个经济金融这些的问题 其实最近还有一个 大家会关切的新闻 就是欧洲 特别欧洲整体的债务状况 看起来是雪上加霜 本来在2010年 各位或许还有个印象 叫做欧珠五国 这五个国家 其实他们也不一定是 当时欧洲债务比例最严重的国家 但是他们却被点出来 代表作为欧洲国家 很多债务管理不良的一个教案 那现在呢 刚才这个黄主任提到了 包括恶物的冲突 后面带来的粮食的问题 能源的价格问题 还有通膨一系列的 其实很多欧洲国家 把他们的这些国家的一些预算 或者特别预算 赶快拿出来 去补贴这些能源的价格 还有做一些社会的救济等等的 像我如果没记错 像德国他在前一阵子 他已经拿出他整个GDP的 百分之二点多 去做这些能源的补贴 还有相关的措施 GDP百分之二点多 各位可以想象 德国是多大的一个经济体 所以黄主任是不是可以 很快跟我们解析一下 看看欧洲的这个债务 看起来这个洞好像越来越大 那他们在明年之后 如果俄乌冲突 还是没有办法 好好的获得一个战时的解决 然后欧债大概会怎么样的一个发展 谢谢那个葵伯兄 那其实欧洲 我们看欧洲 欧洲是一个 应该这么讲 就是他对我们台湾来说的话 他还是毕竟是一个先进的 一个国家的一个地区 那刚刚葵伯兄提到的 欧洲五国 从其实从1970年 1980年 1990年到2000年 甚至于这个全球金融风暴里面 这个2008年的时候 刚刚提到了欧洲五国 也因为欧洲五国的西班牙开始 产生整个一个 全球的一个金融风暴 这是从欧洲开始 所以呢 在整个一个欧盟国家里面 特别是在欧洲央行这件事情 他对于整个 怎么去因应 整个一个金融危机 其实他们是蛮有经验的 那有几个经验 就从2008年 我们比较近期来看的话 因为整个一个金融风暴 全球金融风暴 从西班牙 葡萄牙 意大利这些东西里面 所以他们在当时呢 就有成立类似的准的安定基金 那这个安定基金的概念是什么 就说哎你有钱的包括像德国法国英国当时的英国你就是一个大的一个一个储备的一个存款在那边或者是一条大的一个存款部在那边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里面发生整个一个变动的时候呢就可以从欧洲央行这块大的一个存款部里面呢去拿出他相对的一个资金里面去做相对的一些资源但是但是要欧洲央行把钱拿出来 一个非常重要的就必须要遵守欧洲央行给予的一个监督监管跟治理的游戏规则 所以同样的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里面来看的话就欧盟的一个整个一个发展的从2008年的一个整个一个全球金融风暴到现在欧盟已经发展出一套这样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治理跟互助的一个金融的一个措施 那今天我们看到整个一个欧债这一块的一个发展那欧债他整个一个发展的即使因为欧战争演发出因为欧盟特别是在意大利 这个南欧这一块他的一个内需不振通膨等等之类的必须透过政府的债务呢去处理他整个一个国家的支出也好或是社会福利制度也好 要不然的话整个就开始暴动了哦所以我们看到就说他整个为什么选举会相对会比较混乱哦那同样的欧洲央行呢也会用安定基金的概念哦来处理整个这些这块的欧债所以呢我相信他还是可以安全度过但是时间会拉多长还是要看俄务单身能够必须要走多久 对尤其是欧洲大家知道现在寒冬嘛哦那他的这个能源储量呢原则上了到明年的三月 如果没有找到一些足够的替代的话一定会明显的减少那这时候不管是政府要花更多的钱去抢那些短期的啊或者市场集齐的这些能源的商品或者甚至要抚平这些社会不安的这些躁动这个对一些欧洲国家政府来讲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最近啦我想说这几件政治经济的大事啊这个就已经足够大家可以去关心很久很久了不过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跟各位说了既然是年末嘛那我们可能还是要回来回顾一下看看今年发生的几件大事啊 当然每个人对于这个大事的定义不太一样那我也只能就这个我自己印象所及的啊我们选几件大事跟听众观众朋友很快的来谈一下 譬如说我们等一下先来谈一谈当然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俄乌的武装冲突或者俄国叫做特别军事行动啊然后有些人说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都可以啊都可以那他们所带来的一些政治经济的效应啊在这一年还有未来的余波荡漾 再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中国大陆中共啊在二十大之后特别是他在一些经济安排发展上面的一些可能的变化啊当然讲到了这个中共呢就免不了我们要谈谈在今年很明显看到美国跟中国大陆的科技战是升级了啊所以我们先可能先谈谈这三大块啊给大家一个很快的回顾 还有我们特别要听听看黄主任他在这方面的想法所以第一个当然还是回到我刚刚讲的这个俄乌冲突啊俄乌冲突当时其实很多人觉得说这个俄罗斯应该不会打乌克兰吧包括我自己也觉得说这个俄罗斯真的要出兵乌克兰的话这个当然几率我们从国际关系看起来绝对不会是零啊啊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不敢讲绝对啊或是一定的我们不太敢讲但没想到那个我们认为很小的几率结果就发生了那另外可是发生之后呢另外一个让我们很奇怪的这个问题就是那为什么俄罗斯搞了那么久还没搞定当时大家觉得说哇这个世界排名第二第三军力的这个俄罗斯啊 应该不算是吹哭拉朽可能也不过一两个月吧就把乌克兰就搞定了可是可以搞了那么久所以呢我们才看到了包括能源价格的波动还有一些基础粮食价格的波动 然后再加上这个国际间甚至这个军火市场因为很多的军火欧洲的库存美国的库存很多都跑到乌克兰去了所以军火市场的这个其实它的变动也还蛮大的甚至影响到我们中华民国一些对美国采购的武器啊现在有上百亿新台币的武器这个钱听说已经付了但是一直没有办法交货 所以这俄乌冲突的影响其实真的还蛮大的啊那我想说我们今天除了这个这个政治的影响之外特别各位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美国就拉帮结派但他的这个帮派啊是西欧国家还有一些少数的亚太国家包括谁呢包括日本南韩新加坡啊还有中华民国当时在三月多四月 应美国要求站出来说制裁俄罗斯的就是日本南韩新加坡跟我们台湾那当然还有在大洋洲的纽西兰跟澳洲啦那其他的国家各位可以看得出来不是在这个联合国多边的表决这个弃权啊就是表示反对所以美国其实他真正能够采取实际行动在政治上帮美国说说话然后在投票时候 投到美国想要的这个赞成票的这一方面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但经济上呢我们大概还有三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可不可以先请黄主任跟我们讲一讲比如说俄乌冲突他在这些国际经济上的一些带来的波动还有明年一开始大家的展望大概会是怎么样好谢谢魁伯兄那其实俄乌战争从二月开始那刚刚提到的那其实 俄罗斯要打乌克兰他其实在事前都有都有跟他讲啊就说哎这是整个俄罗斯的一个势力范围所以呢他必须要啊不不能让这个欧美特别北越的势力能够亲门大踏户啊那这些讯息都有不断的传播出来啊但是呢不得已他也必须要去打这场战争啊那这场战争打下来有几个对经济有几个意涵的一个部分那第一个冲击的部分当然就是人员啊那刚刚 葵伯兄有提到就是欧洲在人员这一块为什么大家天然天然瓦斯在在现货市场里面他涨了一倍哦那而且是缺了这个天然气的一个部分这是第一个然后石油呢石油也也也也往上去走啊那的价格国际价格里面每桶往100 120块的方向在做移动哦那特别现在又是冬天哦所以在人员的价格呢也产生了变动哦那另外呢乌克兰是全世界的一个粮仓的地方哦 特别是在黄小鱼就是黄豆小麦跟玉米哦它是整个全世界的粮仓哦所以我们看到这欧战争一打下来第一个受照样是什么当然就是全世界的这些消费者哦第一个他遭受到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局部性战争所产生出来的输入型的通货膨胀所以我们发现说什么都涨了哎石油天然气什么都涨了哎我买东西也涨了哦那粮食的部分我买面包也涨了 我买牛奶也涨了那肉饼也涨了所以呢这些东西里面就是俄乌战争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整个一个通货膨胀所非常重要的影响哦这是第一点的一个部分哦那第二点的部分呢在整个科技的一个重新的一个排列组合我们看到就是说俄罗斯在发动战争之前他已经跟中国大陆已经是讲好了哦那这场战争发生之后他一定会势必要遭受到整个一个西方的制裁所以呢在整个他的一个工业农业跟 服务业的部分他怎么去跟整个中国大陆去做一个融合的一个角度所以在科技上的输出也好在整个一个配给也好都必须要跟中国大陆做整个一个结合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科技为什么美中贸易战为什么要对中国对俄罗斯整个一个制裁的一个部分这是科技的一个角度哦那第三个部分就是金融就是把俄罗斯踢出整个一个全世界的一个货币的一个交换的一个系统的一个部分哦那这个东西里面呢 让整个人民币国际化也好或者是这个俄罗斯的卢布也要国际化也好这些东西里面都是整个俄乌战争所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一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广告回来请黄主任继续跟我们聊一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我们刚刚前一节的最后谈到了俄乌冲突他对于一些全球经济金融等等的影响那再请黄主任从这个能源粮食然后先刚刚谈到了金融那请黄主任再 这个黄主任再跟我们继续谈下去好不好呃其实俄乌战争这个这场战争哦对人类来讲是一个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教训哦那也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现代史里面不管你说他是精彩也好或是人类的悲剧的一面也好这都必须我们必须去承受的哦那就整个一个经济来看的话很多东西里面就就一般的消费者来看就是哎为什么价格一去就不回头哦所以我们在整个呃 感受了全世界的消费者的感受就万物 接涨只有我的薪水不涨哦不管你到全球去做整个一个旅行来看的话包括你的坐飞机啦等等之类的这都就是 整个战争所产生出来的输出型的通货膨胀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哦 那这个结果之下呢也引发出整个一个公共政策的很多的一个改变哦那这些公共政策的改变就是延续我们第一部分有提到的就是说政府呢 是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好呢还是要采取紧缩性的一个货币政策才是对的一个选择哦那以先进国家来看的话他们意志通膨的话因为先进国家因为他的一个存款部就比较厚嘛像美国之类的或是他是一个霸权之类的他存款部会比较厚嘛而且呢他的公共政策他的财政政策或是货币政策里面早就在一年前就跟跟跟跟全世界宣告我就是要把钱全部都收回来所以 要要整个一个货币紧缩嘛所以让整个不断的升的升息升息的一个部分嘛这是整个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嘛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开户中国家他没办法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存款部不够好 这是俄乌战争因为他怎么去控制整个一个通膨或者是他的一个整个一个经济发发展还有人民的一个口袋这都是发展中国家里面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哎最近有各位应该有注意到现在一个国家面临到 一个破产就是斯里兰卡那斯里兰卡这件事情呢某种程度也跟俄乌战争有没有关系哎某种程度好像也有关系跟整个一个中国的债务也有关系因为整个全世界面临到整个一个经济的一个衰退所以斯里兰卡最有名的红茶这件事情斯里兰卡我们常喝的这些红茶这件事情因为全世界的需求减低了所以他相对之下呢他的一个整个一个输出的一个农产品的部分也受创 然后呢又碰到整个一个塞港整个供应链的一个乱掉所以这些东西的一个内外交迫会产生这个整个斯里兰卡的一个 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危机国家债务危机也好或国家破产的危机也好这些东西里面都是整个一个俄乌战争所演发出来的一个发展 那另外俄乌战争所演发出来另外一个值得台湾去重视的一个地方就是人员我们刚才所提到人员但是人员的部分又有传统的石化人员跟再生人员哦 那再生人员清潜能员碳碳中和碳净零碳排这件事情那因为俄乌战争我们看到就是欧盟国家里面他的一个石油跟天然气的一个飙涨还有供应量不足哦所以逼得欧盟国家必须重新再检讨他的核能发电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COVID-27今年的COVID-27里面欧盟就宣布说哎核能他是捷径能源也就是我们在台湾常常讲的绿能 哎就绿能他把他定位在绿能变成绿能了我们可能精神分裂 所以我就说很多的你碰到就是哎人民的口袋受到伤害又人员不足的时候你的这个国家政策或政府政策你怎么去做调试哦 那过去呢我们看到说过去德国法等等之类的也是但是哎我绝对不发展核能但是没办法没有选择因为欧战争改变了这样的一个面貌 逼得呢这些所谓的先进国家里面呢他必须要调整他的政策也把核能落进到他整个绿能这一块 才能够符合我们在2050年全世界要打扰一个碳中和要不然欧盟他是认为他是全球全球的一个领先的一个位阶嘛 因为他今年明年开始要实施这个欧洲的碳边境税嘛 那台湾很多产品要输到整个欧盟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绿电或是碳中和的一个证明啊 要不然我电子产品不让你进来啊要不然你进来课要课重税就是碳中和税这件事情那台湾的产生能不能去因应啊 这都是整个一个欧战产生产生出来蛮大的影响 对我觉得有些厂商还在想说反正我现在先不要办这些碳中和税的凭证啊这些的我先这因为我可以减少这些相关设备成本的支出嘛 但是有些人会说这是短多长空啊就是如果欧盟他推动 然后甚至扩及到一些其他的地方那甚至我们不排除中国大陆也会跟进啊 那这个时候其实台商他能够出口的市场就会受到很多的限制 迟早还是要去花钱去办这些这个减碳啊这些的设备的成本的啊 所以这个很多的变动啊我觉得黄主任跟我们提到了很多很多 我们刚刚在节目休息的时候也在讲说这好像一个小时也讲不完了 但是因为世界大事真的太多了 我们可能要必须继续再往下走 往下走刚刚在前面一节跟听众观众朋友谈到就是中共的二十大 不只是确定了习近平他继续在中国大陆的这些三个位置啊都坐得很稳 就是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还有国家主席 而且他的这个习家军呢就算不是全面接班也是大幅接班 但政治上了我们先不谈了主要还是我想聚焦在这个中共二十大之后的一些经济的安排啊 因为大家好像看到了几件这个事情啊可能是未来趋势的指标可能啦 所以我也要请教一下黄主任包括像是不是在短期特别这一两年可能所谓的这个出口的市场 它会被所谓的内循环或者内需部分的取代 我意思就是说因为中国大陆可能出口对美国的会有些这个多多少少的影响 那当然他的这个出口的量目前看起来是起起伏伏 但是说实在未来的这个变动还是比较大一点点 那那到底是不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出口跟内需两个之间会有一些暂时的这个势力 这个地位的消长或者说中国大陆其实还是两个都很重视啦 那另外还有一个趋势是不是就是这个他们的财富分配会不会高于这个企业的个别利益 也就是习近平讲的类似共同富裕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想时间有限啦是不是看看黄主任是不是有些其他的也想跟听众观众朋友谈谈的 总之二十大之后这个中共经济安排 我觉得也还蛮值得再回顾讨论一下 好谢谢那个葵伯教授 其实中国大陆在二十大之后 然后习近平习主席确定他的一个领导的一个地位之后 他面临到几个刚刚所提到的经济的一个发展的问题 那经济发展就是他们过去一直强调说内循环跟外循环 那外循环呢碰到美中贸易战碰到恶务战碰到整个一个供应链的一个卡关 所以他整个一个卡关的一个部分 还有整个国外的通货膨胀 整个这个国外的市场的一个疲弱 还有另外一个库存的问题 让整个内循外循环的部分呢 不如他中国大陆原本的一个设计的一个 一个渠道或者是他发展的一个路径 那转回来呢就必须要走内循环这一块 那内循环这一块就是刚刚坤博教授提到的 因为中国大陆在2022年这一年里面呢 因为封城因为清零的一个部分呢 让整个人流物流资讯流 甚至于在整个一个经济的活动呢 相对之下呢已经是做一个下行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在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 竟然不到一耶这是官方的数字哦 那官方的数字有没有怎么样的去调整 我们不知道哦 但是这个数字里面 他端出一个不到一的一个经济成长率 然后整个全年的一个经济成长率 是在做宝山进士这样的一个 一个整个一个发展哦 那这个东西里面意味着就是说 哎中国大陆他现在面临到一个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习近平习主席他提到的 他要建构一个共同的一个富裕 那共同的富裕又面对到整个内循环的一个不振 那内循环不振主要还是来自于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封城 那封城又影响到整个一个不动产市场哦 所以呢 我们看到恒大事件 很多这种大型的中国大陆 这些过去占GDP领头羊四分之一的 这些不动产的一个开发 哎全部都被停滞了 而且呢很多东西被拍卖了 那很多这些去承接这些的不动产 或者是建设或者是营建业的 这些建筑厂商也好 制造商也好 哎他收不到钱啊 那收不到钱怎么办呢 他现在很多东西里面 他必须要做一个 我们年度的一个收支平衡表里面 很多东西就会出现所谓的以防抵债啊 所以你看到很多台商里面 就说哎我根本就不要房啊 因为你的房子我又卖不出去 或者是说你房子在那边 我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你必须要在你的收支表里面的必须要去做一个平衡 就是应收账款这一块的一个事情哦 所以在这件事情的一个怎么处理哦 这是他整个内循环出了状况的一个部分 而且他现金流严重短缺哦 所以他不得不在整个的清零跟封城的情形 必须要做一个大幅的一个调整 让整个经济活动啊 否则的话他会像闷锅一样 会闷死在从事经济活动的这些哦 不管是企业也好 或是个人也好 那加上他的内需真的是很惨的一个状态哦 这是他必须要去面对的哦 那另外他必须要去解的一个部分哦 在习近平他他们在解的一个部分 就中共他们在解的部分 一带一路还是必须要好好的守下去哦 因为一带一路特别是跟非洲的一个发展哦 跟这些东南亚的发展 甚至于南亚这些国家的一个发展哦 他必须要去好好的去走下去 因为因为一带一路是长期以来 是中国大陆把它视为内循环的一环 那这一环里面就是要去库存化 我们知道他们的国营企业都非常大嘛 如果各位朋友去不管到上海去啦 去到东北去啊 这些所谓的国营企业对不对 这些都是个非常大 而且他们的供应的一个量 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那这些要卖到哪里去哦 还有这个浙江啦 这沿海地区的这些 中小企业这些民企这一块 那东西要卖到哪里去 钱又借不到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往整个一个一带一路 这些所谓的东南亚跟非洲 这些长期的一个萌帮 然后去做整个结合 所以在我们再看整个一个2022年 中国大陆是一个经济 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年哦 特别是台商 那台商在那边的发展呢 你面对到一个进退两难哦 这个美国市场也卡你哦 那中国市场也不振哦 那怎么办 那钱又抽不出来 就是面对很大的挑战 对 这真的是这个20大之后啊 当然大家看到习近平的这个政权暂时是稳定 但是他的经济发展 其实确实这个风险呢 那确实这个没有办法消失哦 那我也不知道这个大家 未来怎么会判断这个20大之后的中国大陆经济啊 但是这个对于我们台湾 不只是台商啊 其实对于整个台湾来讲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课题 好 那我们先再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2022世界大事回顾与展望 特别请到了商业虚拟整合中心的主任 黄兆仁黄主任黄教授跟我们一起谈一谈 那我们刚刚已经谈了这个俄乌冲突 还有中共二十大之后的一些政治经济发展啊 很快的回顾了一下 那另外我也想请教一下黄主任 就是我们刚刚在一开始提到的 美国跟中国大陆的科技战 特别是美国他常常 不管是之前啊 抓了所谓的这个华裔的 中共的科技间谍 所谓的潜伏在各个美国的大学 或是研究室 那现在还有包括美国在今年年底 通过的这个晶片与科学法案 通常简称叫晶片法案 还有美国一直想筹组 所谓的CHIP4 CHIP CHIP4 就是晶片四方联盟 也就是美国日本南韩跟台湾 那一连串的这些众手 还有包括对于华为中心等等的 一些这种限制 中国大陆当然说我要去WTO告他 但WTO大家也知道 现在的这个争端解决机制 基本上卡关 所以这个旷日费时 那黄主任怎么看 美国跟中国大陆科技战 在目前还有未来的一些发展 谢谢那个魁博主任 魁博教授 那其实我个人看整个美中贸易战 一个字 就一句话 就没完没了 那为什么叫没完没了 因为 其实美国在川普时代里面 就是已经承认 在过去再从1979年 到川普上任 他对中的政策是错误的 那有几个错误的地方 就是他整个开放 让整个大陆留学生 大量的到中国大陆去留学 希望期待 这些留学生能够把美国的价值 带回到中国大陆 能够去实施所谓的 美国式的一个民主 那这些民主的过程里面 期待这个过程里面 能够把美国的科技也带过去 美国的文化也带过去 那这20年来 30年来证明的是彻底的失败 那彻底的失败的过程 他是从极左 会摆到极右这个方向 那极右的部分就是 对于美中科技的竞争 是非常非常的保守 那非常的保守 川普跟拜登回头一看 发现说 中国大陆你在空中的 你的卫星怎么这么厉害 你水下的 你的航空母舰也跑出来了 那你这些技术是从哪里来的 然后你的材料科学 是从哪里来的 那你的量子计算是从哪里来的 那你的法围为什么在贵州这一带又搞个一个大数据中心呢 把全人类的这些所谓的行为跟这些数据里面呢 全部都在这边做一个演算演算法的一个部分 所以在看说一块都看你的5G 为什么比我的通讯还做得好 为什么你的高速铁路做得比我好 这些技术你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美国回头一看 原来这些 这些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在美国留学之后 把美国很多新的科技也好 或是说中国大陆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移转到整个一个中国大陆去做整个一个发展 他回头一看 哎你这是整个一个霸权在跟我谁与争锋嘛 你来跟我争锋嘛 我怎么可以让你争锋呢 所以在整个一个对抗的情形之下 我们美国发现说我现在还有什么科技 我的NASA这一块的一个太空 卫星水上这些武器的部分 我一定要做一个 完全阻挡中国大陆进入到这一块 所以他会实施整个一个制裁 所以在科技的一个发展的部分 我们看到目前的竞争除了水上 这个空中 包括陆地上 这些的东西 他都必须要去全面的制裁 所以刚刚科技提到的晶片 为什么台积电重要 因为他做那个chips的一个部分 他记忆体里面 他一奈米的一个东西 他可以去发展非常多的 新高科技的一个武器 的一个整个一个发展 他高速的演算的一个方法 能够去精准的去 达到他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看到武器的发展 这些东西里面 都是美中贸易战里面 美国要长期去制止的 那另外一个战争的部分 也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生技 我个人的看法 在医药生技这一块 因为医药跟生技也是未来的一个 已经是现在式的 不是未来 的一个整个一个竞争的一个部分 他看到就是 目前这个COVID 就是说这个新冠肺炎 发生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 人类的疾病 那怎么去让这些所谓的生技的技术 能够去做更好的一个保护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现在的实验室 他是不许黄种人 包括其实我们台湾人的留学生也蛮可怜的 因为你是台湾人 你是黄种人搞不清楚 所以很多这种所谓的NASA 或者是这些所谓的生物科技的 这个高度实验室的地方 是我们是几乎是不能去接近的 也没有地方去做一个学习的地方 所以这些东西里面都隐含着 美中未来的科技战会升级 而且会更加的排他性 那这些东西里面会涉及到整个一个霸权 特别是在卫星航太 包括未来的电动车 整个一个发展 这些都是引领到整个一个世界的一个潮流 特别是大数据跟量子的一个分析 这些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部分 对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美国一方面呢 不想跟中国大陆升高 这些军事的对峙跟冲突 还有在外交上面 他的国务卿布林肯 据说了 目前正在洽谈中 明年的一月左右 可能会去北京访问 当然了 黄毅之前指责了美国的一些事情 好像让布林肯的访问变了复杂了一点点 但是至少大家目前都预判 美国国务卿自从2018年之后 终于又再踏上了北京的土地 好那这是政治外交军事的部分 可是包括在科技 像这个相关的部分 确实我还是用拜登总统那句话 就是我们会有非常激烈的竞争 所以刚刚黄主任讲的未来的竞争 看起来这个不会停 我觉得这个是蛮合理的一个推断 那节目最后还有点时间 我想请黄主任再跟我们谈一谈 这个在亚太区域 我们有一个叫做RCEP 叫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那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东斜加五 东南亚十国加上中国大陆 日本南韩纽西兰澳洲 印度本来要加入 但印度算一算不划算 他就走了 那这个RCEP 他今年正式开始生效运作了 那黄主任觉得他的前景如何 对石家五来看的话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区域整个 对他们是蛮好的 因为这些东西里面 不管你是在投资在贸易便捷化 还包括整个争端的一个解决 包括救济这一块的部分 就整个经济的一个 所以他们号称就是WTO 世界贸易组织plus的一个 一个加分的一个成果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我们要反思的部分 就RCEP已经生效了一年 对台湾到底有什么影响 其实对台湾的影响 可能我们听众 或是我们观众里面 可能觉得好像对我们 好像离我们很远 但是对我们台湾的业者 他是蛮痛的 特别是传统产业 那举个例子好了 兰花产业 兰花是台湾我们 以你为傲的一个产业 但是如果我们台湾 如果各位好朋友 如果有机会到台湾的后壁一看 我们台湾的兰花的园区 是非常具有国际竞争力 但是如果你跟他们交流一看的话 还是我想要卖到东斜区去 但是我面对到的竞争是什么 因为关税 关税的部分让我们台湾的兰花 不管是盆花也好或是切花也好 你就很难去跟越南 跟中国大陆 其实他品质相对比我们 没有像我们这么优秀 但是呢 他的价格竞争 关税这一点 或者是清关的部分 就让他在整个市场呢 能够占到很大的一个优势 那我举这些例子里面呢 就是说 其实兰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那另外传统产业 包括你的衣服也好 比如我们要做西装 我们台湾西装也做得很好啊 但是这些服饰 这些这些成衣的部分 虽然说说 好的成衣 你卖过去 也因为关税的部分 你就很难去做这样的一个竞争 还有像工具机啊 同样的 东南亚他们正在快速发展的时候 我们工具机可以卖过去 卖的蛮好的 台湾工具机品质很好 但是关税加上去 糟糕了 买中国大陆的好了 所以这很多东西里面 就是一个税 还有便捷性 让整个台湾的 不管是制造业 或者是说 我们的农业 某种程度受限了 所以在整个RCEP 在实施了一年 那我们还是局外人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做一个思考 看这件事情 因为它毕竟这个RCEP 十国家五国 这个东西里面 在全世界的GDP里面 它毕竟还是超过百分之30 所以它是一个庞大的 一个消费的一个市场 但是呢 里面又卡了一个一中政策 中国大陆在这边 卡整个一个台湾 让台湾整个进去 又碰到很大的一个困难 又不让我们去谈 那我们台商又进退两年 我们要去 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这些东西里面 都必须在2022年 今年的年底 我们真的是要去做一个反思 我们有什么变形虫的商业模式 或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 去帮台商也好 帮我们台湾的农业 或者是工业 这件事情去做一个突围 对 我觉得这个 我们看这些经贸 不能只有看什么高科技 什么ICT 这些电子通讯产品 其他的传统产业 基本产业也要顾到的 那RCEP 其实对我们就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卡 好 那今天这个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想我们就谈到这边 也非常谢谢黄赵人黄主任 那特别谢谢大家的收听 还有收看 还是一样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明年见 拜拜